专注教师考试培训16年 山乡教育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来到山乡教育网络课谈 现在我们学习教育法律法规的第七讲内容 第七讲我们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有关内容 上一讲我们学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教育法是教育的基本法 而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地通过 它是单向法 单行法律 也是部门法律 他们的地位稍低于教育法 其中义务教育法是仅次于教育法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单行刑法 那首先我们要看一看义务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1986年7月1号公布的 第一部基础教育方面的法律 那么这部法律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义务教育大家知道也叫强迫教育 它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举措 那么其中呢义务教育法 因为我们知道教育法是1995年9月1号公布实施的 教育法又是个基本法 而作为它的执法的义务教育法呢 比它公布时间还要早 现在有可能会发生抵触 所以在06年义务教育法又进了一次修订 那么这个修订是公布实施的时间呢 是06年9月1号 你比如老的义务教育法里面有一条叫不收学费 可以适当的收集杂费 而在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里面就改成了不收学费和杂费 这就是一个非常进步明显的一个变化 那么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呀 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个根本法 但它不是根本法 它是引号的根本法 也就是说义务教育法的颁性意义就在于 它面向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 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这是它的宗旨和意义所在 那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这可以有三道考题 第一道考题 义务教育它的义务教育法 它的颁布实施的时间 请大家注意了解 叫义务教育两个六 861986一个是2006 7月1号一个是9月1号 第二是它属于基础教育 同时它是9年义务教育 基础教育指的是啥呀 除了高等教育以外都是基础教育 从中等教育以下的都是基础教育 高中初中小学学型教育都是基础教育 义务教育它属于基础教育里面的一个阶段 包括小学和初中这9年 其宗旨和意义呢就在于提高全民素质 属于这两句话其实是三道考题 一时间二九年三全民素质的起高 什么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 是国家必须寄予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那这就强迫教育了 那谁是强迫教育呀 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是个强迫教育 义务教育啊 它有这样几个特征 叫一强制性 这是它最本质的特质 强迫吗 不参加不行 这是个义务 负极性 这是个基本特征 同时呢 它也是免 它也是具有免费性 免费性 其实这个呢 是不收学费和杂费的 不收学费和杂费的 还有公共性 还有它的基础性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他具有什么什么权利 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他有这样几个权利 稍听一下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他应该具有这样 专有的几项权利 比如不需要考试入学 叫免试入学 比如不交学费 叫免费 第三就近入学 所以叫免费免试就近 但这是义务 这不是权利 所以他有三项赚有权利 其实义务教育阶段这个学生呢 我们在掌握的时候 应该注意这样掌握 他的入学只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啥呀 年龄 比如六岁或七岁 延缓入学只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的原因可以延缓入学 而且这个延缓入学 还是必须有人批准 谁批准呢 乡镇级的人民政府 或者是县级的教育局去批准 所以就叫一个条件 一个原因 三项赚有权利 免试免费就近入学 下面我们看一看 他具体的条文 首先第二条 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文性事业 所以这叫强迫教育 一项教育呢 是实施国务院领导 省级统筹 县级人民政府 为主管理三级 以国务院领导 谁领导 国务院 谁统筹 省级统筹 谁为主管理 县级人民政府管理 具体实施是县教育局 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是什么 反年满六周岁 其父母或者其他江户人应当送其入学 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几岁 适龄儿童儿童而同少年 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修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江户人应当提出申请 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再下一下 不需要考试 免试入学 要保证他们在户籍所在地的学校就近入学 再一个呢 禁止接收义务教育阶段的失灵儿童 这就一个同工问题 什么是同工呢 不满十六周岁的叫同工 凡年满几周岁的儿童 六周岁 可以推迟到几周岁 七周岁 所以六或者是七 凡是不让孩子上学的 一定违背义务教育法 所以呢 刘芳是初二年级的学生 初二义务教育 加入农村 离学要比较远 每天上学呢 要走好长一段路程 这一天他爸爸突然对他说呀 不要上学了 到小卖部 给你妈帮忙吧 你妈一个人忙不过来 刘芳天然之后伤心哭了 他舍不得学校 舍不得学到老师和同学们 但是呢 他又不能不听爸爸的话 只好不去学校读书 老师了解到刘芳的这样一个情况以后呢 找到家长 劝他让孩子上学 但是呢 孩子还是不愿意上学 说这个事啊 由我说了算 凡是这样的 不让孩子上学的 起码我以为这样几个法律 一 宪法 二 保护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 应当保护他们的受教育权利 也就是说呢 父母或者江户人应当尊重 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 适适应的未成年人接受规定的义务教育 显然违背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17条说的是啥呀 就对那些居住比较分散的儿童 在保证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时候呢 政府部门有义务设置这些寄宿的学校 保证他们的受教育权利的享受 同时 医务教育阶段是不准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以及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 应该要争取让学校均衡发展 而不是有重点的发展 特别特别是在第27条里面规定 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 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准开除的 那么不准开除 那对这些学生的处理措施事实上呢 只有四个字 批评教育 那不改呢 再批评教育 不得体罚学生 凡是体罚学生的 凡是体罚学生的 也是违背三个法 一义务教育法 二未成人保护法 三教师法 另外呢里面还特别对教师的工资 进行一个 有一个条文 叫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 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在教师法里边也有类似的规定说 教师的平均工资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其实我们说就是个中等待遇 第三十四条 希望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 就是这条里面有两个考题 两个考点 第一叫提出量权 那么量权呢 第一面向全体 第二叫全面发展 这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考点就是提出培养学生的三种能力 那三种能力呢 独立思考 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 这是量权 这一条希望大家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第三十六条其实就一句话 得益为首 得益放在首位 那么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 还是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 对那些经济困难的失灵儿童 各级人民政府要免费提供教科书 免费提供教科书 不收学费杂费 这是量免 而且还要补助寄宿的生活费 叫一补 叫两免一补 那么学校如果有下来几种情形之一的 要急于处分 比如说 拒绝接受 有普通教育能力的 那些失灵残疾的儿童 随班就读的 还有一种就是 把班级分成终点班和非终点班的 还有违反规定开除学生的 还有教材的教科书审 选应的时候 是未经审定的教科书 这些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或其他直接人员 依法及处分 我们看几个问题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实行时间是 这是第二个六 2006 义务教育法规定 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社会组织 应当经谁谁谁批准 我们要知道义务教育法是 国务院领导 圣基统筹 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区 具体实施管理机关 就是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机关 县教育局 义务教育法对义务教育阶段的 学生的收费情况是咋规定的呢 不收学费 不收杂费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 可以推迟到七周岁上学 有义务教育呢 就是六岁和七岁 县级人民政府 要采取一些措施 保障居住分散的学生 参加义务教育 啥措施呢 设置寄宿制学校 并且寄宿制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是补助生活费的 补助寄宿生活费 这叫一补 小学生的张某因为没有按时完成作业被任何老师罚站一节课 答案就错了 违背义务教育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教师法 小明十三岁在父母离婚后跟随母亲生活 其父对小明仍有教育义务吗 教育的义务跟婚姻状况没有关系 所以其监护人呢 其生父生母 仍然对小明富有教育的义务 所以这个义务呢 跟婚姻是没关系的 跟婚姻状况是没关系的 它是法定监护人 那除了单行法里面的义务教育法呢 其实和老师有关系的 还有一部重要的法 那就是我们说的教师法 教师法它的时间比较特殊 它是1993年10月31号通过的 是1994年1月1号实行的 这也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和老师有关系的一个法律 所以呢是以老师为立法对象的 把国家尊实宗教的这样一个方针 政策成为法律这样一个层次 所以体现了这个人民的一个愿望 那么这里面我需要注意的几个重要的考点 第一作为老师来说 老师有六项权利 这六项权利里边其中最基本的权利是教育教学圈 我们知道教师招聘的一般采用的是教师批认制 那么教师批认制呢 有这样四种形式 第一招聘 适用期一年 如果学校满意的话续聘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呢 词聘 但如果学校不满意的话呢 解聘 那么教师考核里面呢 有两项规定 第一规定了考核老师的主体是谁 考核老师的主体就是所在单位及其他教育机构 你在哪个单位哪个单位考核 考核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政治思想叫德 业务水平叫能 工作态度叫勤 工作成绩叫计 没有学历 没有工作年限 这呢是很容易出题的 单选题啊 多选题啊 都很容易出现 比如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规定 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 对教师进行考核的内容 不包括什么 有能 有勤 有技 没有这个工作年限 所以不包含工作年限 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那就是教师有法 94年1月1号去公布 94年1月1号 教师权利得保障 其首要权利是教育教学权 然后呢 也规定教师资格证 必须有证书 而且呢 招聘辞聘 解聘 续聘 体现出来教师的聘任制度 这是整个的教师法的 基本内容 我们要了解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几个重要的条文 首先在第三条里边 特别指出 教师是旅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 这是从法律上 这个确定 老师是专业 教师法规定 所以教师法从法律上规定 老师是专业 那老师的根本任务是啥呀 承担教书与人 所以其根本任务就是教书与人 大家知道今年是第三十一个教师节 第一个教师节呢 是在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五年 所以每年的九月十号 就是教师节 第七条 特别规定老师的六项权利 这六项权利 我们给他说明叫 教育 教学 这个科学研究 评定学生 带薪休假 民主管理 培训 进修 等等这六项权利 义务呢 有守法 履约 育人 爱生 互生 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这是六项权利 和六项义务 比如说 李老师就校务公开问题 向学校提建议 问 李老师的做法 是 是不是挑刺啊 不是 是啥呀 其实就是立行自己的权利 这就是立行他的权利 那我再接一步 再接一步问 这是什么权利呢 是民主管理权 就是民主管理权 我们再看一个栏底 王老师从某师范院校毕业后 被聘为某校的初中数学老师 一年后呢 其所教班级的教学成绩明显下降 学生对他意见很大 教研组多次找他谈话 但王某态度消极 在成绩评定时被评为不及格 所以经研究呢 学校研究呢 认为呢 王某呢 不再示意当老师 决定调他 负责学的治安 收发工作 王某不服 于是向教育局提出申诉 问 本案中学校是否侵犯了 王某的教育教育权 为什么 不让教育到后勤去了 不让教学了 那就是侵犯 王老师的教育教育权了 其实我们审明确一个问题 合格的老师 你才具有教师的合法权利 而这个王老师呢 虽然他学历达标 但是由于知识能力品德等等方面的原因 他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 完美中自己法定的义务 所以他就不再拥有 教师法所规定的这样一个合法权利了 所以学校 不让他担任教学工作 而改任其他工作 是一个正常的教育教学 是一个正常的学校行政管理行为 他没有侵犯王某的教育教学权 另外大家还要注意的就是 那么教师资格证 教师法也是首先规定老师教师资格证的 这需要大家特别特别注意的 第一点就是对于那些受过有期徒刑 刑事处罚的人 能不能取得教师资格证 不能 而且是终生不得从教 如果有了教师资格证 而受到刑事处罚的话 其教师资格证是丧失的 也就是说呀 刑满释放的 只要受过刑事处罚的 是不能获得教师资格证的 有了教师资格证 其教师资格证自动丧失 他就不再拥有从教的权利 教师的平均工资应当不低 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这是跟前面义务教育法的规定 基本差不多 那么教师法呀 在我们掌握的时候 关键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就是 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就是六项权利 六项义务 很重要 希望大家特别注意 关注一下 好 这一讲就到这 同学们 再见